你現在聽的是 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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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o 好 回到我們這個星期 范大人 你今天開什麼題目 我講一講今天有哪個主持陣容 有我Cusson 還有旁邊呢 美玲 哈囉 還有我們的嘉賓 大家看這個網頁的都會知道 我們今天會請到Peter Peter以前曾經在我們其他渠道節目 都是講過很多關於外星人好 新心靈的東西好 或者他自己的個人經歷都好 其實在很多的網台都出過聲 可能聽開的節目的人 會對他已經有熟悉 我們今天就找了他來 我們開一個新的題目 開了一個是 我開這個節目之前 已經很想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就是在香港做心心靈的人 或者是賴以為生的人 或者是治療師 在香港這個社會 或者大部分就算不是香港也好 或者做治療師這種工作的人 大多數是遇到的什麼問題 和心態上我覺得是有什麼問題 而引申到我會想做這個節目 即是心態和現實的情況 要面對的什麼問題 如何平衡 是的 又或者他們可能有些很強項 就是看到別人的盲點 或者看到別人的弱點 或者看到別人應該要改善的地方 但很多時候我發覺 可能他們反過來看不到自己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就是 當他自己不了解 或者不去高呼 或者去接受他的時候 引申到他將這個問題 很容易間接地加在他的家人身上 我覺得是不太公平 之外有些事情想說 有個問題我想問 身心靈工作者或者身心靈參與者 即是不一定會有金錢交易 其實我免費和你諮詢也可以 這個問得很好 很多時候的問題容易發生 就是發生在有金錢交易上面 因為如果沒有金錢交易 大家純粹以心出發 很多事情你的要求 或者你對他的接受度 是很容易降低的 因為不需要付錢 但有付錢的時候 你就會有期待 亦都是因為這個比較冷門的 偏門的服務 現在都開始很主流 因為很多人我見 學了少許 坦白說 講得很直接 學了幾課 然後出去擺檔 即是你學直覺塔羅 即是你學直覺塔羅 即是你的直覺性極了 即是 其實剛才Kerson你講到 牽涉金錢的問題嚴重 我又不這樣看 我覺得其實我眼見 因為小弟年紀都不小 可以說在這個身心靈界 我想用打滾這兩個字都不誇張 打滾了18年 眼見的 我覺得反而很多時候 不是牽涉金錢的 都有理所講的情況 譬如當我學了一些新心靈的東西 或是伎倆 有整班朋友 朋友再帶一些朋友來 最初可能我不收錢 之後是不是收錢 我不管 但是發覺我講的說話 因為我學的一些伎倆 有了權威性 我覺得開始威了 然後說我又有什麼特別的神通 這樣就開始更加威了 所以我覺得跟金錢 就未必一定掛勾 即是無端端覺得自己變成大師 沒錯了 勁了 勁了 即是直覺勁了 靈性極了 其實是否真的都不知道 其實我很認同你那件事 我想其實我要修定說 其實收錢和不收錢最大的問題 收錢那些 很多東西牽涉到錢 關於物獄方面的東西 而在不收錢 這東西就撇除了 因為下降了 但很多時候就是一個 叫做Ego 即是靈性上的虛榮 對 突然間 可能他一向從小到大 可能身份都沒有試過 感受被人尊重 從來未做過Super Star 在物質上他真的做不到大師 但在靈性上他真的覺得自己是 對 自封了 對 一堆朋友突然說 我當我認識塔羅 大家都不認識 我開到一個牌 然後說話中了 其實通常一班人真的 你無端端當你認識算命 體相塔羅什麼都好 人家那個目光看著你 一定成為焦點 對 真的發光 幫我檢查一下 對 所以學這些東西 認識女生是非常容易的 是的 這些什麼塔羅 占卜 星座 九位人格 獎相 面相 全部都是 是的 我們今天設定 通常會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叫什麼呢 Eagle 那個位 講了有什麼Eagle 我想問問你們 你們覺得什麼是叫 身心靈 身心就知道 什麼是靈 靈很抽象 回到環原基本步 最基本的 究竟什麼是靈 或者什麼叫靈修 或者什麼叫靈性 對 對 因為我們經常都聽到這個字眼 我想這個沒有一個叫做Model Answer 對 因為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個定奪 我說回我自己 其實靈性其實是很飄浮的 或者你是突然間在一個很內心深處 你對這個世界 這個宇宙萬物的那種認同感 和那個連結感 是給你一個叫靈性的感覺 可能我看到一些物種 可能它不是人 但我也覺得它是一種和我一體 或者我是很憐憫到同理心的 一體感 一體感 是最源頭的感覺 又或者當大家 可能有些人 你只要看一個很大的一個星空的時候 是很容易有這個感覺 就是你突然間發覺 你認清到我在這個宇宙裡 是很渺小 雖然這麼渺小 但你也覺得你好像是其中的一份子 而這種這麼虛幻 這麼內在的感覺 就是我對靈性的詮釋 Peter呢 我的看法其實跟Cussing很近 如果說得好像文咒咒一些 就是明心見成 但其實什麼明心見成 最終就是我們找回自己內在的那個心 那個心就是當我們沒有自己七情六欲的影響 沒有我們自己的mind 沒有我們自己的ego 很嘈吵的聲音 嘈吵著嘈吵的時候 其實就會感受到自己的心 而我們的心 其實跟身邊所有人的心都連繫著 也是那個一體感 就是每個人心中多了一個connection 是的 我覺得以前聽過 小時候聽過的那個靈性 就好像每個宗教都有 例如你拜神歸拜神 或者耶穌歸耶穌 有些人在這裏就在想 其實你萬事萬物都有一個靈性 就是有一隻狗 懂得拿拖鞋給你 拿報紙很有靈性 那個靈性其實也是很虛幻的 但是剛才你們說的那些我都很認同 最重要是大家有同理心 一體感 而且我覺得現在多了一件事 就是你會懂得有感恩的心 雖然你看著星空自己很渺少 但是你不是孤獨 這個感覺是多麼重要 在一個靈性上 我覺得是有一個滿足的感覺 我自己有一點補充 其實跟Mayling來講的一樣 就是我記得有個老師跟我說過 一個靈性有多進步的人 就看他每一天感動的時間有多少 我覺得跟你剛才所說的很相近 譬如我們如果可以在很細微的事情 有一個感恩的心 或者我可以感受到 跟別人的心連心的感覺是感動的 或者別人經歷開心的事情 或者不開心的事情 可以跟他一起經歷的時候 那個感動的感受 就是我覺得最重要 也是回到我們的心 是啊 所以為什麼說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事情 當你可以察覺到自己的內心世界 你發覺其實很多事情 可能不是很仔細的 告訴你那個答案 但是那個感覺是給你一個答案 而你自己作出的決定的時候 你順著這個感覺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沒有試過被他點了 我突然想叉開一個話題 我想問 譬如我們剛才說 大家三個都有一個共通的思想 就是覺得一體感 萬物之間的連繫 以及心的連繫 為什麼一般人會覺得身心靈癌 會覺得是V混的呢 因為我覺得 我們這個是什麼社會 物質社會 物質社會 我們很專注的關注度 通常在外面 你的物質得到多少 就代表你的成就感有多少 但是你的心裡的感受 譬如你做事 你賺錢 譬如你做生意 很多人都會說 無奸不成商 就是要埋沒你的良心 變成久而久之 可能你的家庭 父母的影響 譬如你女生 希望你嫁得好些 你男生 最重要是你賺得到錢 可能這些是以原目染 這些舊思想 影響了 這個金錢制度掛稅的社會 其實已經是很多年來幾百年 你現在突然間 有些人身心靈 開始察覺或者浮現到 其實這不是一件新的事情 只是剛好 這個可能新的Generation 開始要看回心靈層面 所以才會覺得 人家覺得剛剛接受 就叫做V-1-1 首先我們一向相信 哪個宗教也好 我們好像有一個 同一個定律 就是我們相信 亦都在經驗裏 覺得一個靈性高的人 他有的特殊能力 甚至是一些超能力 神通 你都會覺得他越高 所以我們已經習慣了 靈性高應該跟神通搭上 不是 我現在開始這樣看了 我覺得靈性還靈性 靈通還靈通 因為我覺得 就算你懂得特異功能 我也是當你哈利波特和魔術師 和靈性是不掛稅的 但現在人們通常要追求哈利波特 我要有特異功能 但他就把靈性又降低 所以其實我很贊成 譬如我自己看哈利波特 我都會想 譬如他們都分 食死人 他們法力很高強 你覺得從我們剛才的界定 他們的靈性高不高 這樣就不可能 沒有都可以掛勾 對 但很多人現在就是 我想不自覺 或者不小心地 將事情混淆了 現在就是那個 大部分的價值觀 已經弄到 或者出來做生意 我要懂得咬匙巾 就代表我突然厲害了 對 對 總之我做到一些事情 平時大家是做不到的 我是特別一點的 我在另一方面的價值觀 無論是靈性或者其他方面 我應該是高一點的 他們不其然又散發了這種價值觀 而我們一直接觸這些東西 剛剛開始的時候 也是這種價值觀的 所以絕大部分的人 其實是用這種價值觀去看這件事 我又差一點 例如前兩天 有一個朋友介紹的人 去找我幫他做治療 他一開口 第一句問我的問題 就是 你研究了這些東西幾多年 我有十多年 你有什麼神通 嗯 對 你明白嗎 類似證書 對 他說你有什麼神通 我說沒有 他說你怎樣幫我 我說不是用神通幫你 他就有點失望 我發覺這個現象 很多時候都會發生 但如果你找一個魔術師 去做生心靈 這個肩靈 即是這個螢幕 即是你頭殼頂 變一棵草出來 這樣很厲害 你的麵團 咬鑊的池巾 很多人去看那一刻 因為你去看那一刻 其實你的心態 處於一個比較低的時期 即是你那一刻 風生水起 你都不會去看什麼 星相 看塔羅 你都是有些心事 有些事情想解決 總是有些問題要搞的 去問的 大部分人的心態 其實有一種惰性 就是我希望我能夠給錢 然後找到一個很權威的人 而那個很權威的人 你跟他分手 有些神通 我跟我說 我不想跟他分手 你可不可以給我 而我燒了就可以跟他不分手 其實很多事情 是一個惰性 就是他不想去看 我跟他之間的 可能內心是這些問題 只是想要我解決到 我想要的事情 或者我就算來參加這些工作 也好 我不是為靈性 我純粹想 其實心底裡就是 我其實想要那個神通 有那種特別 還有那種認同 被人覺得我是不同了 這個現象就是人們去看醫生 看西醫還是中醫 只能看同類療法 我生了一個瘡 你讓他藥膏 我查整一個瘡 你不要跟我說 我童年 我受了什麼創傷 或者我自尊心有什麼問題 不要跟我說這些 所以你的鼻山暗瘡 是關你的童年事 也不奇怪 可能是 如果從童年開始 也算是挺好 對 就是這個問題 我想問 這個身心靈工作者 基本上 他已經對自己的身心靈 那個察覺 至我要求是零射高 理論上應該是 對 他也挺好的 對 理論上應該是 應該是 他對這些自己要求高 他對實際情況 那個環境 例如物質主義社會 那些租金 他自己如何平衡 我就是眼見 以我這幾年的眼光 看外面 大部份都是平衡不了 為什麼 本身在這個環境 例如你開一間中心 我見到他們開一間中心 為一個租每個月要跑數 而當你跑數的時候 你做這些其實很自由 是否有幾多個客人來找你 是好說那期的時期是怎樣的 可能你聖誕那期也是淡一點的 就是這個 永遠是一個 不是很平衡的人數情況下 很容易進入一個很懷疑的位置 哎呀我不知道今個月的租 我可不可以找到一個平衡 點跑數 這個跟其他行業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沒有分別的 不是呀 最重要是這一刻他們沒有一個 叫做什麼 沒有一個看的比較 因為很多時候 每一個有他自己一個獨敵的 可能你是 塔羅那些都還有一體 但有很多現在做的那些 其實可能這個香港只有幾個人做 那應該獨視是好笑的 對 那個反正有幾個人做 這樣 但有些事情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 他那套東西 其實在香港其實是不出名的 例如現在是塔羅 或者某些特別的 你經常聽到的那些 會出名一點 可能是星座 但一到那些 就是比較冷滿一點 你覺得是治療性的還是什麼 治療性的 那些 舉幾個例子 哪些是零世冷滿的 可能你說前世的事情 即是前世會索 可能你說靈魂出體 通靈 對 通靈 全部是比較冷滿一點 我沒有一個市場 到底我是叫多還是少 那變成為了跑這個數 開自己的中心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我這個月 是賺多了 這個月賺少了 但很容易 每個人 每個行業 可能你做銷售 都有同一個心態 就是這個月我賺得很多 但是當我下個月 我找不到我之前的數目 你就會很容易跌 那個位置就是 我好像不夠 這期沒有人出體 怎麼辦呢 這期沒有人找大天使米高 是啊 我的租金不行 如果是這樣想 這期沒有人催眠前世 所以你就很容易跌入這個面子 當是看醫生 當那個名醫 如果是排隊排到 每天都有很多人來找我 我跟別人看醫生 我會盡量是快靚正 你快點搞完你就走吧 我大把客人來了 但是當你是沒什麼客人的時候 就是 咦? 你除了腸胃有問題之外 我看到你的筋骨 都好像不太直 不如又順便照肺 檢查血型 很容易是因為 那個無名的恐怖 對於金錢 那個不是一個平常的數目 靈性燈症 對 就是變成靈性燈症 如果你是那期 幸運是被人燈症那批 那你就糟糕了 可能你本身的問題 其實是很輕易搞定的 但就很容易變成燈症 但你是不是親眼見過這個現象 我沒有親眼 但我親耳聽過 我有一個問題我想問 好像剛才所說 我們不談的治療者 我想問那些被治療者 他有什麼心態去見這些治療師 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前世回索 包括催眠的一種 或者其他你所說的 其實這些對他的日常生活 是不一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 會不會是那些被治療者 他本身也會有另一方面的相信 或者另一方面的需求 才會去找這些治療師 當然 尤其是去到感情 如果有些事情是關於感情 我想其實在座很多 無論是男女都好 如果有些事情你是很想得到 很想維繫 如果是遇到一千多百 他也會覺得很願意 好像這些病例 他不會無緣無故看西醫 說你有問題 我轉介你去出題 不會這樣的 他沒有這些服務 我查不到你什麼問題 你問一下大天時米高 對 很奇怪 會不會變成他 用這些做職業的零成工作者 他會不會自己 可能在這個社會的定位 自己都未得到 而掛牌出來做 所以他面對有很多衝擊 他自己的內心 例如一開始做一定是滿腔熱誠 但做到差不多 變成有問題 他自己就會進入了這個位 你說得對 一開始是滿腔熱誠 打算幫人 但可能當他們做久了 而又關於跟金錢有掛稅 也在同行上有一個 可能大家都有塔羅 但有一個競爭的心 那樣東西就很容易走歪了 即是無緣無故看到 這個又當是David David也是塔羅 但無緣無故有專欄找他寫 即是他比較厲害 自己的自卑感又出來了 是的 所以你不會跟別人爭奪這個位 誰比較有名 而不是真的想為了這件事幫人 而且當你連賴以維生的金額都未找到 可能每個人都有額 可能他要一萬才救 他連一萬都未找到的時候 他真正想做的理想的事 就變成出不來 就變成很實際的商業行為 是的 Peter 我想問問你 你除了對物質主義社會 即是對這些新心靈工作者 做事有些衝擊之外 我想問問你 你怎樣看他們 怎樣在社會的形象 很多都給我感覺很神怪 即是譬如說 我突然間今天Cutson 或者Mailing我看到你 我感覺到你的能量有些問題 你左邊的氣場有一個黑影 你等一會 大天使米高跟我說 你要注意自己 要放下自己的自我 你對上幾個星期太自大了 真的是這樣嗎 是不少 為什麼一定是Train做Train大天使 不可以Train別人 也有觀音跟我說 即是要唱一些出名的 是的 他沒有跟你說 你沒聽過他的名字 你找誰 變成一個躲勁一點的時候 通常是大天使的 不會是第二天使的 是的 大天使米高的秘書長的assistant 不會這些 即是馬上差了 是的 總之一定是有級數 一定是要最高的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最猛症的時候 跟一個自己也有一個 中心的一個負責人 聊天的時候 那次他們中心提供的一個課程 課不對版 我跟我姐姐跟她說 你們的處理方法不對 她突然說到 會不夠我們爭取的時候 你等等 觀音告訴我 你的心輪關了 你的心輪關了 你不用心去感受 所以你這樣爭取的時候 又不對 你太自我了 那些人會嗆嘴的 我嗆到反不了 差點變回正常 最難的就是 她當一用到這些詞語的時候 是辯駁不到 你無端端用觀音的朵 我怎麼跟你爭取 我沒有理由 關公告訴你 你收錯了 就是口同被咬 零星層面 對 這是我發現 我覺得很討厭 坦白說 我覺得這件事很討厭 因為我自己覺得 可能觀音真的有跟她說話 我不可以否認 因為死無女症 因為死無女症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基本就是 我沒有問你意見的時候 你不要刻意去硬塞給我 即是她可能用她的觀念 加諸在你的身上 對 然後就說是觀音狗 就在一個比較強的檔 對 還有一些模式 比如她的行業是Healer 但有很多人 她習慣了享受Healer Mode 連我去 可能當純粹一個朋友聚會吃飯也好 她會令到在場的人 大家很難受 但又出不了聲 就是她也是抱著Healer Mode 即是她一看到你 我跟她還沒說High 她就說 我看到你的額頭 那個氣息不是很好 你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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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突然我那一刻就說 其實我又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我又沒有需要指教你 而你一出聲一來到 就已經是 一來就好像當我把脈體症 還要是說得不對 而整晚又保持著這個模式 是令到大家 那個氣氛是突然不同了 超級發味 是的 但也都是 你又很難直接去跟她指出 只不如習慣了的時候 就會 會不會下次有空不要叫她 既然她每次出來都好像 有時候同學本身是朋友 我只是想吃一頓普通飯 我每次叫你來 我不是代表你做一位醫生 你每次來 都一定要看症 講這些話 再講回 有一陣子 認識了一群人 他們學通靈 整群人 失家無神 任何時候都突然會通靈 突然失家無神 就跟她說 Peter 前兩天 我通靈的時候 不知哪個天使 哪個觀音 不知哪個 就跟我說 你怎樣怎樣 我正在吃公仔麵 突然跟我說這些 我覺得 旁邊就說 不是啊 我又通靈的時候 我又聽到誰說 他怎樣怎樣 很多這些情況出現 下一節回來 我會繼續問問Peter 究竟這些靈性自我感覺良好的問題 超級 你現在聽的是 Fallum Radio 我是你們的新 Cutson 這節回來 我要問Peter 剛才你說 你遇到很多 一群人之中 無端端有一個 大師級形象出來的 身心靈工作者 你遇到這些 你們的反應會怎樣 我反眼 其實我反得很明顯 但可能她正在通靈的時候 她正在反眼 所以她看不到我反眼 其實我覺得 怎麼說呢 我想當一個人 自我膨脹很重要的時候 你給了明確的訊息 她都收不通 我又想問一下 譬如她說 一些Channeling 可不可以這樣說 即是突然傳聞到 觀音說你的心靈失了 突然又傳聞到 大天使說你的心靈失了 我想問一下 這些觀音和大天使 是否只會讓他們傳聞 其他人傳聞不到 其實我覺得 是劃分兩頭說 如果我們相信 一些新心靈的原則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傳聞 但我亦都不是反對 亦都更加不反感他們去通靈 坦白說他們通不通靈 其實跟我沒有關係 問題是當她用通靈這件事的時候 去assert她的authority 將權威加諸於我身上 而將她的自我膨脹了 用我來過了招式的時候 我就覺得對不起 這個遊戲我沒有興趣跟你玩 其實那個時候很尷尬 他不一定是收錢 即是來一群人聚集 那你可不可以說 你又不可以叫你收聲 最重要的問題 我想問你怎麼知道 通靈給你那個是觀音呢 他說 其實很多這些 我看到是幻想居多 譬如以前還流行網絡的年代 我看到網絡 他每次都說自己跟大天使米糕通靈 每次寫的內容 都跟外國很出名的大天使米糕的內容 是非常相近的 那你真是準確 而通常的日子都是遲兩天 那可能他跟大天使米糕溝通 是有時差 那我的 你不可以證實他一定不對 我沒有說錯 我知道是隔了外國那一層 所以會遲兩天 對 他通常是看完兩天 然後就感覺到同一樣差不多的東西 就用回他的中文去寫出來 其實這些通靈 你這些算不算是自我催眠一種 怪力連神 其實我覺得他真的是自我催眠 以我掛了他這麼久的網絡 再看到他寫的東西 我覺得他自己真的覺得自己正在通靈 第二 我們以旁觀者看 我們肯定不到 就是我們看的就是 他基本上就看完那些東西 然後copy了在自己的路上 但又不覺得自己是copy了的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這樣 都不是如果 這些情況我覺得很諷刺 就是如果說身心靈的時候 自己對自己誠實這個是最主要的課題 如果不是唯一一個課題 其實這一步真的很大步 我覺得這個是大步 那一步就是他對自己的誠實 是影響到他十幾二十年 都在同一個步驟不停繞圈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步 其實真正是要收心的 當然要面對自己 不是說現在我就看到有個現象 比如說你看了很多靈性的書 或者得到很多資料 只不過你是對這些認識多了 就不代表你的靈性高了 就是知識和靈性是兩樣東西 但是很多人就混淆了 比如我看了很多 很多本《與神對話》 又或者什麼什麼的 我去了八個《attunement》 學過《Reiki》 很多種的 一走出來就在那裡曬 我可以拋很多浪頭 講很多概念 但是實際有沒有收心 這些就不得而知 會不會是很容易導致那個人 他自己都會有一點走火摩的姿態 或者狀態 絕對是 其實這條路小弟都走過 所以我感覺都很強 可以分享一些 我想當你接觸一些身心靈的東西的時候 無可否認的敏感度會高了 靈敏度會高了 也可以說你條天線接收Wi-Fi 是的Wi-Fi 但是因為你突然間 一開始感受到多了 見的東西多了 收的資訊多了 那個分別深入來了 我跟別人不同 其實每個人都想威風 現在更多工具讓我威風 不自覺地 就會覺得 我可以做一些事 我可以說一些事 其實都是要別人崇拜 然後 就在自己的靈性路上 會不斷追求這些事 你越追求的時候 其實你的心就不純粹 一個不純粹的心 自然就 說得恐怖 就叫入魔道 就不一定是魔鬼或者惡魔 但是所謂一個 靈性的瓶頸位 是的 不是明心見性 而是走一個相反的路 即是覺得無端端 多了一個分別深 就是自己是大師 或者自己是比你高一個年級 或者不止一級 是的 我覺得這個心態是很容易看的 就是 我又用同一個例子 就是我觀察到可能那個心態 但是他可能當初很純粹說 我既然知道這些關於心心靈的事 這些資訊 我很想用這些技術去幫助其他人的成長 或者意識去進步 但是走來了 我看到同一個人 竟然他的心態 就是可能他在自己的Facebook 或者在自己的溝通裡面 我看到很厲害的說 就是他很享受做這個Healer 或者這個神婆的角色 他覺得可以救助這些身邊迷途的靈魂 或者這些人 即是突然你看到 我下去買兩炷香上去 他就站高了自己一格 為了我看到一個情況 就是你未必說自己是通靈 但是譬如你當大天使米高 你當自己是一個大天使米高的代言人 無端端拿了很多大天使米高 就是用我的角度來拆解 就是說你的人為什麼不面對自己 為什麼你要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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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變成一個無端端是 大天使米高不需要有代言人 他便搬了自己 還有香港區 或者是旺角區 對 再分小一點 分區經理代言人 而且很容易責任是推卸了 最怪的是 你當自己是代言人 但是一樣 有很多他所謂的迷途羔羊 去純拜他 這些也是供求問題 一個無私自通 不是無私自通 一個真實的師傅出現 一定要有信徒 對 而且量是不少的 不少的 我覺得 剛才聽了Cuzin 我想說 有一個說話是很對的 一個真正的師傅 那個心態是怎樣令到更加多人 成為師傅 成為師傅 讚成 對 其實剛才我想說類似這個方向的事情 但我又想退一步 我想整件事最吊詭的 就是其實 永遠我們的動機 很多時候都不是百分之一百是純 或者百分之一百是不純的 是兩邊夾閘著 不斷的百分比特每一秒鐘在這裏 在走位的 是的 所以很多人其實 你如果跟他說 你的心是不是想利益眾生 他說是的 那他真的有這個意念在這裏 有這個意欲在這裏 但是他夾閘了背後一條蟲 要出風頭 所以譬如這一刻 我把口說 我想大家去明白這些事實 但我都不是 其實我背後可能有一條蟲 就說 我好像一個 一個是清者自稱的姿態出來 但其實背後也想和別人說 劃分界線 我被人高一等 我看東西被人通透 被人清潔 我們這樣說 這些新心靈參與者 其實他自己 也要對自己的修心 是要去到很嚴謹 如果你再加上他要來做一個職業 他要平衡自己 各方面的心態是更加嚴重 他會不會是 有時候去到某一刻 例如你說 最終那個目的 你也是想普到眾生 但是突然間有一條蟲出來 所以他做事的方向 改變了 歪了一點 就開始有些糖衣包裝 去做他的工作 我贊成的 所以我覺得做這個行業 你的心態是怎樣 其實是最重要的 我贊成的 自己修練一回事 但如果你站出來 你說是一個明燈的角色 因為你說得做Healer 做Healer一定是不同的 對 你是要做大浪 大風有霧的 海裡的燈塔角色的時候 對不起 我真的對你的要求 你的地基要穩固 你射出來的燈真的要清晰 你指的方向真的要是對 如果不是的話 你自己修練好過 不要站出來 但是有很多 我真的想說 有很多 在這個 他們無論認識的什麼 踢車都好 就是 很多一顯示到這個 金錢 或者關於明理的時候 他們就在這個圈裡面 就算大家都是治療師 就很容易爭拗 譬如我們在座坐下三個 我們都懂得塔羅的 或者我們都懂得咬匙巾的 但是我們原本 有一個人第一個在節目上 或者在一個公開場合 表演了示範 我會咬匙巾的 然後 他就很容易在心底裡 我已經公開講了 我這個東西都可以放出來 你就不要跟我爭這個位 因為這個是我先的 又或者你來到我這個中心 大家最好就是三個 是一個不同的技術方法 即是你懂得打掌 即是你不要踩我的山頭 對 我就是塔羅他看照 即是你無端端 譬如說你是塔羅的 我就不可以無端端搬塔羅出來 因為塔羅已經被你拿了權威 是啦 塔羅女神是她 就不是你 你要拿就拿東西我不懂的 即是這些是不明文的規矩嗎 都不是不明文 又是變了那個問題 即是變了她拿了專利 這樣 那不是同身心靈又背道而馳 其實是走走下 但是很容易是因為這些關係 是她自己都越走越遠 而且她開始已經將可能 原本她自己都有一個感覺 就是我希望訓練到其他人成為師父 但去到那個位置 經常的Ego那麼膨脹 就是我希望成為他們 成為我是他們的師父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你說要拿這些來做賺食的話 其實有沒有說一定要是 你去收到某個位置 或者一定的資歷 其實不是的 自己覺得我自己夠班了 我就可以開班教人 或者我可以治療別人 就是有沒有一個特別的基準呢 就是攔住 譬如以物宗 他每個法號 或者每一個上司都好 他都有一個叫考核 或者他會在這個辯論裏面 有一班人 可能可能是長老 或者怎樣都好 有些人是覺得 他叫不來發問 有QC 是啦 有QC 但是很多時候在這些新心靈裏面 就是沒有的 不是的 比如我看到很多不同的派別的療法 他們都要經過批核的 但你說的其實是很少數 因為現在很多是說 可能你給幾千元去學一個技術 然後你就拿到一個證書 但很多時候那種證書已經不需要 就是說你是一個考核的 可能你是出席了 給了錢 給了錢 你又上了就已經可以了 也都因為這個行業的興起 也都慢慢成為主流 很多時候就是 我見到可能在中環的New Way Shop 是一個英文版 有個人可能是外國的 或者哪裡過來 然後是教班的 那馬上就會有香港的人 就去學完之後 學完馬上沙子之後 可能一個星期後 就已經有一個中文版的課 就是我教的 這是山寨版 或者它叫做翻譯版 因為這個系統方面 其實是沒有監管 也都是你喜歡說是怎樣就怎樣 而且總之有些東西是冷門 我學過 你不知道我有沒有的話 你來學得的話 你就要當我有 但其實我覺得 劃分兩頭說 剛才我們說了 這麼久以來 差不多超過大半集 都好像很負面 我從另一個角度看 我覺得又可以反過來 你也可以說 其實有些人也不是壞事 因為他很有強的意欲 想分享他學到的知識給別人 我也覺得可以是好事 不是 問題出現就是 我想問一下 其實身心靈工作者 應不應該有金錢的交易 沒有金錢的交易 會不會更加面對問題少些 和純正多些 我這個問題 我反而很忠性 我覺得不關乎金錢交易問題 如果相對上 他給了一個服務 而我又覺得OK 雙方願意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那個 心態上面 說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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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個心態 嗯 還有你會不會願意 你希望盡快幫到那個人去 當他成長也好 或者接受某些事情 還是其實你會覺得 我可以慢慢地燈正 或者繼續膨脹一下 我做一個叫做上司 或者做一個智慧的化身 去繼續自我膨脹 而令到那個人其實是 可以很快地解決問題的 而你其實是 令到他更加鬥圈 或者有時候你會把一些恐怖 給他 你不聽我說話 你下個禮拜就這樣 這樣 這個不單是心心靈 就算是西醫中醫 都會用同一個技術 又恐懼向他人 對 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Peter有沒有見過一些 很純粹的治療 有沒有 有 有 是怎樣的 都收很多錢的 都收很多錢的 我自己覺得 身心靈的工作者 收不收錢 你問我 我覺得應該收 因為跟別的界別 在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的運作一樣 金錢的能量 他付出了一個服務給你 你給他一個金錢 他也是合理的 但比如說 剛才你問我 有沒有遇過一個很純粹的治療 老師 我們有遇到 他可以收你很貴之餘 如果他見到你的家境有問題的時候 他也可以跟你說 你可以做相關 或者相應合理的份量的義工 去用你的行動 因為都是一個能量的付出 金錢的能量 你去做義工也是一個能量 所以他收的價錢是高 但如果見到你有問題的時候 他不收你 就叫你做其他人 或者一部份 收你很少 或者收你三分一 甚至更少 看你那個情況所需 那他那些 要找他那些人 就馬上心靈了很多 也是的 可以這樣說的 嗯 我也覺得好的 這個是你情我願 還有有些事情 你會看到他的心態 是怎樣想的 對 但相反來說 如果你有能力付出 那你沒辦法強行 我不給他做義工 就看回你的能力的問題 而我自己 給這位老師最感動到我的 就是他那個坦白 他對自己的坦白 他也不像很多老師出來 裝超脫 或者很多新心靈工作者 我們說走超脫的路線 我出來已經是修練了 他不會 他自己黑暗的一面 不怕讓你知道 他有什麼未收好 未搞定 他也不怕讓你知道 反而因為他對自己 陰暗的一面 他接受 但同一時間 他會再修煉 變成他身邊的人 更加會接受他 而看到我們接受他之外 我們也更加學會怎麼接受自己 嗯 即是你在他身上 即是這個真正的老師 你在他身上 你會看到他是比較人性化的一面 非常 嗯 而且他那個人性化 會比較立體 你真的會感受到 你跟他一起相處的時候 你會有東西得著 亦都是舒服 而不是他有一個 好像靈性上的氣勢去駕馭你 是的 嗯 其實這樣好 因為如果有一些形象 譬如有些 可能他在外國過來 或者那個人的頭射 他可能 我上一個課 我看到那個先生 可能是女先生 他生了一種仙女的 仙氣 仙女的形象 哇 你看看他多 pure 而走出來 多飄飄然 有一種氣勢出來 但可能在他的學生 有一個他自己很想補充到 很想要一個形象就是這樣的 嗯 但在他未修行到 去到那個警戒的時候 他用了包裝 將自己的黑色 儘量去掩飾 和抑壓 對 然後就不停地抱著 一個很仙女的形象 走出來 因為他想別人是這樣看他 因為任何的抑壓 我覺得都是不誠實 嗯 如果你見到一個老師 他有抑壓的時候 你告訴他 這個老師 你都可以 不需要找他 嗯 還有什麼 是我們需要留意一下 就是你去找一些療程 你見到一些療程 你覺得 哪些是 他是幫到我的 還是哪些覺得 他還未夠資格的 差一點點 我覺得 如果他 讓我看到 他是有深的感動 一個感動多的人 我覺得偏向是值得找 但他的感動 不是說 你很可憐 聽到你的故事 會哭 而是他感受到你感受的東西之外 不會過分地去圈掩情緒 嗯 嗯 那你有什麼忠告給大家 我覺得其實很難給一些想去看這些 很難的 深心靈的人 因為其實通常處於一個比較 不太好的狀態 低迷的狀態 對 反而我覺得是 你會不會都可以 用一些東西提醒到 現在正在做深心靈工作的人 其實我也是這樣想的 怎樣可以 有些東西可以提醒 喂 你可以這樣做得好些 還有怎樣找回那件事 我自己這個看法 就是我被我老婆影響的 就是 他都有做過深心靈的工作者 這件事 但是 他對錢這個恐慌是極低的 是啊 你老婆真的很厲害 當他對錢這個恐慌是極低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見他 他真的是為了那個人 在那個時刻 他最需要什麼的治療 他是寧願把那個客人 介紹給另外一個人 嗯 這個是令我很佩服的東西 這個是我差不多沒見過 通常我見過的治療就是 喂 我可以 我搞到 又或者不是完全搞到 對呀 當然不會認自己搞不到 那些人 當然是自己做了 除非你明明 你原本是想學屈指巾的 你現在學完屈指巾了 你現在想學靈魂出體 那我沒有辦法 我真的是靈魂 教不到靈魂出體了 找找Kin Sir 那我才介紹 不是通常如果是我搞到的 就說 其實屈指巾 什麼到某個境界 都可以有那種靈魂出竅的感覺 這樣 無論如何都希望你是在我的客人裏 這樣 這個是我看到 不知道你又 你怎樣給中國 你覺得現在做的人 你的經歷 你希望他們會怎樣想 我最想說的一番說話 也不能說是忠谷 也不能說是教誨 我沒有這個資格 即是你見到現況 希望他們可以改善一下 或者不要說改善 說你自己 可能你接下來 你自己學那麼多東西 可能你接下來 可能當半年一年好 可能你等一下 我這個心態已經高敷了 我覺得我自己是適宜時候 可以出來做身心靈 或者其他工作的治療 你會怎樣給自己一個規範 或者你會拿著什麼宗旨 你會覺得我起碼拿著這個宗旨 我不會走歪了 因為我以前看到這麼多 我覺得在他的情形 其實可能是歪了 你怎樣拿捏這個 我自己不歪了 我想幾點 第一就是雙腳不要離地 不要裝超脫 不要裝神聖 不要覺得自己有什麼特異功能 別人沒有 要不這樣的時候 你便要追求 會不會把身分 不要當自己是醫生 當自己是醫師 照顧別人 不要說醫好別人 這樣會不會舒服 又或者是 只不過我可能 大家都在一間黑的房間 我的電筒照到前面那一格 我照到前面了 你看看這格合不合你 我會用這個心態 還有我覺得對自己的情緒各方面是誠實 因為我覺得所有問題 在我角度看都是來自益壓 譬如說明明我是貪心的 明明我是想認真 但我沒有對自己情緒的感覺去誠實 變成越益壓的時候 就越追求自己都不知道 譬如說 今個月租金真的跑不夠數 我又見到有個客人來 我會不會很誠實跟他說 不好意思我真的跑不夠數 這個情緒你給我平復 30分鐘我再轉你 這是一個好的例子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應該容許自己 在一個私人的空間裡 可以說出聲 我真是害怕 這個月不行 真的不行 他的心態都平衡不到 但好過我放在心裡 同志哥說 不是的我沒有恐懼的 我現在正在做的事 不是出於恐懼的 他騙自己 就不是見每一個客人進來 這個是屬於遷移的 那個二千四 他能處理得到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是出於貪念的時候 或者這個很禁忍 其實都沒有問題 不過要向自己誠實 這個是第一步 如果你明明是做的事 是出於貪念 但跟自己說不是的 我覺得就會衍生更多問題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世界是自由的 你的取向 喜歡怎樣走 沒有人可以有權 說你對還是不對 最大問題就是向自己不誠實 會不會是有一個方法 簡單一點好一點 就是希望 不要理會背後有多少經濟壓力 你就希望我身為一個治療 希望我給出一個服務出來 或者我幫到那個人 而那個人又很開心地去接納 大家有一個互動性 希望我是開心地付出 亦都是開心地接收 大家是有一個相同的感覺 如果他這樣抱著這個很簡單的心態去做 會不會是好一點呢 良好服務一向都是給了錢 不覺得自己被人找得笨 然後就說 嗯 值得 其實這樣很簡單便可以 現在最怕就是 我給了錢 我當我給了1200元 給完之後 哇 要撕票 你明不明白 所以不是金額問題 又或者是收不收錢 是給完那個服務 你自己都過不了那關 對呀 但是不是很多人騙得自己很透 對呀 所以就是帶回我所講的 自己是否誠實 對呀 騙得自己很透的時候 就覺得是 譬如可能在這個心心靈界 或者什麼界別都好 很多事情 很多是扔到金融問題 因為我們是一個金融的社會 譬如塔羅 你就會扔到什麼金融塔羅 我現在才聽到 總之所有的東西 是會跟金錢掛上 差在沒有塔羅減肥 對呀 一定是扔到金錢 或者金融的東西 他們的話題就是 好像說 我們其實 雖然可以找靈性 我們也找到一個豐盛的生活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很良好的物質 其實是沒錯的 沒錯的 其實這句說話是很對的 嗯 但很多時候他們做的那樣東西 我看到後面就是 其實他們那個不足 他們對現況是不足 或者想有更多 剛才我提到 究竟他背後的燃料 是出於豐盛還是欠缺 是的 我覺得 那個心態很多時候是出於欠缺 因為他覺得 我想更多 才覺得是豐盛 而我覺得他忽略之後 其實他應該很多時候要感恩 其實他已經很豐盛 是的 但他可以再有更多的豐盛 但是很多學了新心靈的 一些不同的學說的人 就會很厲害地 跟剛才你說的那些說話 去自然其說騙自己 不是入面是恐懼 說我真的不夠錢交租 很明明是謙決 跟自己說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這個問題 但我也想最後鬥回 這件事不是完全負面的 可能有時候他們那種經歷 是他們必須要經歷的 是的 譬如我有一個不認識的人 但是我 由其他旁聽聽到 就是他原本是用這樣的心態去思考 就是說我用靈性去包裝我這個貪念 還有覺得 將這件事扭成為一個豐盛的生活 到他突然這一年 他不再做那些事情了 他覺得他開始對自己誠實 他跟自己的朋友都說 其實我當時是出於貪念和用於不足 我也覺得 那時候的行為 不應該用靈性去包裝 靈性不是應該這樣 當然我喜歡這樣 突然間我感動 太好了 你終於那一刻 你對自己真實 我覺得我對你很有信心 因為你看回你自己真實那一面 是的 我自己覺得很重要的一個訊息就是 其實剛才我們說的 不是說 如果你們不是這樣做 或者對自己不誠實的就是錯 我想絕對不是這個思想 因為沒有東西是對是錯 只是一個選擇 我想希望如果有機會 聽到我們今天所說的話的人 你發覺如果自己有可能 有機會去檢查自己 是不是可能會犯了這些謬誤 譬如說自己原來在騙自己 那不是說你騙自己就錯 不過你可以選擇 是不是繼續騙自己 或者去醒 如果尤其是大家想 靈性路上可以繼續 可以蒸蒸日常的時候 或者可以更加明心見性 看到自己真正內在是怎樣的時候 向自己坦白一點 比較會舒服一點 或者 我又說少少 對於一些身心靈參與者 或者工作者 其實都不用那麼急於出來掛牌 贊成的 可以再慢慢看看 即是覺得成熟 這樣才可以再幫人 是啊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裡 可以結束了 接下來Peter 因為他有這麼多年的經驗 他的所見所聞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題目可以找他 我們接下來一定會再找Peter 今天謝謝Peter 謝謝 拜拜 對 Shi 첫 你 хочешь iques